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妮娜 威达和婷卡 她恰好是那里的人捡到过的最小的羊 她只有纸杯蛋糕那么大 每年所有的羊都会排成队捡一次毛 个头大的羊能捡下很多毛 多的足以仿出一篮子毛线 可是把婷卡身上剪下来的毛纺成线 只够给一只仓鼠织件小毛衣 或是做个鸡蛋保温照 晚上 羊儿们要睡觉了 所有的羊都一块儿躺在他们的干草床上 除了婷卡 她睡在骨仓角落里自己的小床上 我可以和你们睡在一起吗 婷卡恳求道 我也是一只羊呢 不行 小婷卡 你实在太小了 我们肯定会挤着你的 别的羊这么回答她 每当这个时候 婷卡总会觉得很孤单 总是流着泪进入梦乡 不过 婷卡也有一个朋友 乌鸦苏提 苏提总是知道怎么逗婷卡开心 每年远处的小山上都会出现一只巨大的紫色蜘蛛 每逢这个时候 羊儿们都会兴高采练 因为紫色蜘蛛的出现意味着春天的来临 白天渐渐变长 草儿渐渐长高 羊儿们想象着 要是能去拜访一下那位蜘蛛先生会怎么样呢 可是他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无论是米拉 梅达 还是妮娜或威达 都无法跨越麦克埃恩农场的栅栏 可怜的婷卡甚至矮的都看不见那只蜘蛛 哦 请告诉我 蜘蛛长什么样 一个春天的早晨 婷卡问别的羊 它长得很漂亮 漂亮 米拉哼哼道 而且巨大 大 大 无比 威达呼吱呼吱地说 你太小了 根本看不见它 哦 这太惨了 梅达哼着鼻子说 是啊 这太惨 惨 惨了 你太小了 当别的羊小成一团的时候 米娜也加入了剑岚 这有什么好笑的 婷卡站在一块鹅卵石上 点着脚尖 小声嘀咕着 她使劲伸长脖子 也只能看见蜘蛛的一小点儿 无论怎么努力 都看不到更多的东西了 正在这时 苏提呼拉降落下来 对不起 小羊 她说 嘿 苏提 你从上面能看见那只紫色的蜘蛛吗 婷卡问 当然能 朋友 苏提回答说 当我在天上飞翔的时候 能看到风云几万英里呢 我希望我也能看见蜘蛛 婷卡无限向往地说 或者去拜访一下她 要是我能去拜访她的话 我会跑到她的跟前告诉她 她是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蜘蛛 婷卡叹了口气又说 可惜我太小了 我甚至从来都没有跨过小鸡的笼子 可怜的小羊 苏提说 她上了山自己的翅膀 又看了看自己的脚 哦 我猜我得自己去看看蜘蛛先生了 苏提终于把这话说出了口 然后她开始助跑 展翅飞向天空 婷卡大喊一声 她想都没想就跳起身 为了够到朋友 她尽可能跳得高一些 带上我吧 我这么想你能拖得动我的 如果你坚持的话 苏提说着就呼啦飞了回来 跳到我的背上来 小羊 小羊 抱紧啦 向上 向上 再向上 两个朋友飞呀飞呀 直到飞得很高很高 骨仓看上去那么小 而那些羊 那些羊都成了小白点 天野在他们的眼前铺展开来 就像婷卡床上的被褥 婷卡尖叫着 我觉得自己比这里最大的羊还要大 接着 婷卡看见她了 她那么大 那么紫 而且还在随风舞动 婷卡的身下就是那只蜘蛛 那些羊都画一点没错 她真是飘飘漂亮 可是他们飞得越近 她看上去就越不像一只巨大的蜘蛛了 她看上去更像是 成千上万朵数也数不清的小花 苏提恰好降落在紫色花丛的中央 那里阵阵甜美的花香 映得成群的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 嘿 这根本就不是蜘蛛 婷卡大叫 等我回去告诉那些笨羊们 别的羊回到古仓后 开始寻思 婷卡到哪去了 瞧 她的小床是空的 米拉惊讶地发现 她可能出 出 出走啊 梅达猜测 不 但愿她不是因为我说过的话才出走的 梅达多弄了一句 从来没 没 没人把你的话当真 尼娜小声地说 而这时在花丛里 苏提和婷卡正玩得开心呢 嘿 苏提 我是世界上唯一会飞的羊 婷卡笑着说 玩了一整天 婷卡开始觉得累了 我该回家了 我该回家了 她说 没问题 小羊 苏提同意了 苏提做了个精巧的紫色花冠 送给婷卡 拖上它 又一次出发了 当他们飞过 像被褥一样的田野时 婷卡意识到 自己是多么的渴望 回到那张舒适的小床上去啊 他们降落在骨仓旁边 婷卡感谢她最好的朋友 带她经历了一次奇妙的旅行 然后她悄悄地钻进骨仓的门 点着脚尖 经过那些正在打瞌睡的羊的身旁 米拉第一个 听见了轻微的脚步声 她低声问 是你吗 婷卡 是我 我刚拜访过紫色蜘蛛回 回 回来 婷卡小声回答 她强忍住 没咯咯笑出声来 紫色蜘蛛 四只大羊 立刻都站了起来 兴奋地看着婷卡 你到底是怎么去那里的 它可怕吗 你干嘛不过来 跟我们睡在一块 然后把一切都告诉我们 我们会小心的 不会紧着你的 可婷卡 只是笑了笑 礼貌地说 您咱 我都会告诉你们的 然后 她朝骨仓里 那个自己的角落走去 她的小床又温暖又舒服 是天底下最好的 这里完全属于她自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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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